缺戰中環,嗨,又回來了 遲了一點,不好意思 遲到一定是我需要的,大家不用問 不不不不,貓都有份 謝謝 今天有些新鮮話題 我們缺戰中環 有時都要照顧一下 我討厭政治的OL 不是OL 當然是OL 不止OL,因為情場 都是一個重要戰場 我們以前都說過 話說 昨天 持武之首 盧偉聰 說了 網上情緣騙案 在香港 大幅度增加 即是新類型的犯罪 是的 他們收到的報告 報告就是 47莊 上半年 比去年同期升了1.5倍 即是網上的感情編案 是的,網上感情編案 有個奇特的現象 大多數,即是九成 九成以上都是 受害者 高學歷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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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說是博士 石士 高學歷的一般 常識 都是大學或以上 大畢業 很多都是專業人士 等等 有個情況是 握了 3680萬 最高的那個 哇 我沒有聽錯 3680萬 3680萬 最高的那個 是860多萬 網上情緣 對,就是握了錢 即是880多萬 即是我和你網上討論 你握了 握了880多萬 如果我有的話 樣子是不是很簡單 過數你沒理由幾千萬 他有這麼多單加起來 最高是880多萬 單一是880多萬 總共3千多萬 單一一宗 最厲害是880多萬 哇 他就說 很多時候拿到他們的心理 我不知道怎樣拿到心理 經常不斷 沒見過面 就想用很多不同類型的藉口 問他拿錢 那你網上喜歡那個人 那就相信他 網上可以這樣見到 還沒見面 可能880多萬 我不知道 我不了解女性 我不了解這些騙案 一定不只 肯報案肯定是少數 相信有很多是不敢報案 小壓錢債已經不算 小壓錢債 或者是面皮過了 面皮過了 你想想 當中的內人尋味 很內人尋味 就是沒見過 是啊 完全沒有拖過手 沒有任何東西 你想想 八百多萬 你想想那個人的功力 他可以通過文字 甚至通過聲音 他可以能夠 投其鎖到地步 他有說齊齊所好 先前那個話題就說 這個所謂電話騙案 打電話來騙 說你兒子被人綁架 要速遞 什麼什麼 要去醫院 或者我們公安 要夾你給錢 那些叫騙案 這個名字 但感情騙案 都可以這樣做 現在是真的 而且重點 你讓我串一下 你讓我串一下 找找資料來講 小公的事先 我不是串你的 但是呢 你和我 都有一個 common friend 的家人 是可以給人 一個億人跳舞的 哈哈 是不是 有多奇怪 是不是 你喜歡 你就會付出 但那是針跳舞 你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試過跳舞 跳過億 我就沒有試過 我這種窮人 我跳也是幾百元一堂 對不對 你男人 下去喝花酒 又可以聊家當產 只不過我們的朋友 家人 是女人 而已 對不對 但現在的項目是 就是我們說 技巧 我覺得 多荒謬都不要緊 是 他可以 沒有見 一滴汗都沒有出過 沒有啊 沒有啊 他沒有體力付出的情況之下 他是可以 你說我膚淺也是這樣說 完全 只有一把嘴 還有打字 你跳舞 就有身體接觸 對 對 你去喝花酒 就灌你兩口迷湯 對 對 隔著電腦就可以搞定 或者拿著電話 173 173 又不少一年多 都知道我們說的 又不是恐嚇 人家每六秒六元都好 你都拿不到那麼多 怎麼算 每秒六百元都不止 現在好像是 他是用什麼方法 這一個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 據警方所說 多數是外國的騙徒 打英文 對 打英文的 就扮成是專業人士 高級行政人員 他們都是專業人士 從騙徒的手法來計 真的非常專業 問題是 如何投其所有 投其都這麼厲害 對 對 我就不了解女人的心 所以我就想 只要他扮羊腸 就會吃香一點 我想不是這麼簡單 阿盧慈慕有沒有解釋 沒有 他是慈慕來的 他只是說他實際 他沒有詳細分析 他只是說一些實際 就是這樣 實際上都可以明確一點 你的實際上是不完全的 警訊也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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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 但現在的故事也沒得看 只是說 某年某月某日 某人被騙八百萬 全停 對 有人被騙了 嘩 暈倒 女人有聽鐘留言 對不起 我要招呼 不要緊 不要緊 阿姐我一定要招呼 女人見女人 騙子可以是女人 你說得對 因為 我看過一個案子 很過癮 沒見過面 就是在美國 一個名牙醫的太太 結婚了很不開車 老公很控制 什麼都要管 你什麼時候出街 跟誰出街 去做什麼 單位在哪 什麼都要檢查到什麼 我老婆覺得很抑鬱 很無法呼吸 很壓抑 我便在網上尋求情緣 然後她迷了那個人 很喜歡 不斷約她出來 她覺得是她的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這個 白武士 白武士 白魔王子 白魔王子 但是 那個人一直都不出 為什麼你一直都不出 你對我真心 你對我真心 為什麼你不出來 最後 對方終於說 其實我是女人 她是一個在米蘇里 結婚 有小朋友的女人 又很悶 有什麼事做 她就化身做男人 就去做這件事 跟著本身 即是阿凡大 阿明阿姨太太 就閉藝了兩天 她很不開心 她覺得 Oh my heart is broken 但想了兩天之後 她說 其實只要我喜歡那個人 她性別有什麼所謂呢 只要她會令我開心 就想通了 為什麼這件事會讓她 最後被她老公知道 她老公就被罵了老婆 即是受不了這個刺激 對 她老公覺得 這麼控制的人 還要給一個女人 來贏自己 對 所以這件事看過 是一樣的 女人化身男人 去騙女人 這個是不是這樣 死人盧慈母 又不講清楚 是嗎 那你即是告訴我 某年某月某日 有人死了 其實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的 像麥德媽媽說故事 即是有人死了 死了 她不聽媽媽說 死了 她不肯吃飯 死了 你有沒有說過話 阿哥 那香港女士怎麼搞 衣索語言也有故事 即是有個羊腸打英文來找你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很容易 不如這樣 我們猜一下 好嗎 我們玩推論 很難推 我推推是甚麼 我推推就是 可能職業人士就說 要幫她申請過去 那邊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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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哎呀我考叫你 我不會結婚吧 那些 然後 就要她這個資產證明 那 我幻想 如果我是騙徒 如果我是騙徒 我會這樣 是 是的 那因為 我是大美大國 不是大國 對不起 大美 這個美利煙峽中國 是吧 全世界最正義的地方 你知道你南海那邊 是吧 有一個大兄弟 照著 那我又考試婚意 那我們就結婚了 但是呢 我們美國是要審查的 我們不能夠任何人都被你進來的 那所以呢 你給我一個戶口的那個 Statement 給我看 是啦 看看之後 下一步 政府說 你需要Deposit 進來我們美國的account 我現在是不是 案件重演得很好 我覺得 好像挺有道理 是呀 我們應該做很多集團 我們會發達的 沒有用的 對不起 會笑的 Sorry 都要肯跟她移民過美國才行 都說了 會不會跳了一點點 你臉都沒見過 你怎會喜歡那個人的 我就是想不想移民 會 女人是會 男人都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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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買那些越南新娘 俄羅斯新娘 我沒見過 她買嘛 和愛兩個東西 買回來之後 就沒得退貨了 那我不知道 原因很不同 買都叫做有個實體 現在網上是連實體都沒有 可能實體都不知道是什麼性別 那都要信到實足 哎呀 豬仔 浪漫 Romance 愛情 是可以是Platonic的 可以沒有這個驅學 抽水 抽水 這樣嗎 這樣不行呢 初期 如果按盧慈武的解釋 是可以的 是 為什麼會可以 其實我們不是不認識他 可以不可以 我們其實只不過想打爛三盆 為什麼會可以呢 因為我們想學的東西 慈武 你等我們香港人 多理財老 就是 幫我們提供就業機會 我不是高學力 但我也是獨手 獨高智商 獨手bra 獨手胸懷 那個女人 會不會是高學力和高智商 那兩回事 我也怕被人欺騙 那你又不告訴我 他如何被人欺騙 我如何預防被人欺騙 那你高智商又如何欺騙你 高學力不等於高智商 很明顯看到 很明顯 即是但如那些獨藍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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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語 沿오 報告 就是一電話 警訊又真的有警告中毒男拍馬 八蛋일�jour的 為什麼他又不叫那些姊妹 叫幫他注意為大家 大家小心點 是不是有性別歧視 會不會因為姊妹高學歷 又是專業人士 又好看雞腸 不是 剛剛有的人叫 rehab 愛情是才嗎 比較盲目的 盲目的 愛情就是盲目的 當那個人是真心的 玩完了 正經的就是 如果那個人能夠說正事 是甚麼都騙到的 另外有一位聽眾 可能這個到一點點 就是香港的專業 女士天天打仗 於是 就很需要 有人虛寒問戀 或者有人哄到她笑 對 這跟學歷智商都無關 死穴例 就是那些女士五夜夢迴 總是需要一個溫暖的肩膀 我不用 有三隻貓 你分分鐘給一些 左翼的女性主義者 說你性別歧視 有她的 你不要給我們 你明白嗎 對不起 又想說花二十七個 我們是不介意的 世上無不可征服的女人 是嗎 唉 曾經 在我面前有一段愛情 唉 我也遇過絕世好事 知就不過 所以阿姐今時今日 就已經 高無不克 都很高智商 無關事 是當你遇到很正的 都已經過了 這也不是智商那麼簡單 情商 沒錯 情感性不會被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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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某種心態 香港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寂寞女人心 一定是 很明顯是 總數是怎樣來的 合作也沒有那麼多 那也是 我想這些女人還要分分鐘 是慳慳慳慳慳慳慳 你知道嗎 可能她出去吃飯一千幾百 她都肯定的 但可能她去做眼鏡 別人收她 二萬多元打個 嗨符靚兩年 她都不能打 都不出奇 但是 在愛情面前 喂 你喜歡那個人 你不喜歡的 我們 今個星期五 買告白的時間又到 今個星期五 最賢堂 我們請了 愛情專家 不是呀 鄭寶雄 鄭寶雄大師 就說唐西風雨 好 好 好 一定要聽 你想想 當年 你們那班 大媽傻 銀號老闆 米行老闆 十二少 真是傾家蕩產 為了追阿菇 難聽說 你明知道別人出來做 你都會迷到 即使家裡的老婆 正印 姨太太 妾氏 全部都瘋了 你都要 傾家蕩產 那個年代沒有娛樂 有 一定有 那個年代 子福為婚 你家裡是黃麵婆 沒有感情 妾氏 那些都可以自己玩 但是 對不起 是這個 妻不如妾 妾不如妓 是真的 他們是會傾家蕩產 所以今天星期五 你一定要聽 因為完全不是今時今日的遊戲規則 星期五是錄的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集節目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好聽 他們沒有時間吃東西 不用擔心 很好聽 你會發覺他們是誇張得 爺爺 爸爸 孫子 三代 爭同一個姑 真的有空 真的有空 他真的一雙肉被千人枕 真的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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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 爲什麽 爲什麽唐生阿菇 可以閹到你這樣 玩到你借 真的 你可以整個月的薪金 見他一面 他倒一倒 三分鐘都沒有 他就走了 你繼續追下去 爲什麽 心理 爲什麽 追不到就最開心 因爲他不停地 令你疑似得到 又得不到 所以這些 感情騙案 現在在網上發生 是否也接觸不到 疑似得到 又可能有機會 好 好 還有 我也覺得 應該是談婚論嫁的 很簡單 他說他在美國 或者他在英國 他很熟悉香港事務 又很正義想言 譬如你很愛共產黨 他也很愛共產黨 你很支持六八九 很特首 他是支持六八九 很特首 你想想施煙BB 如果有個羊腸 六尺四寸高 有六層的 說我愛他 你覺得他愛不愛他 我就覺得有機會 好 好 好 老實說 香港的女人真的很苦悶 我可以說自己很苦悶 還有你女貓也是 我的貓也很苦悶 我們很苦悶 我們養自己也很辛苦 不僅 你知不知女人 我聽到一些朋友 一年多大我一節 即是一九六幾年 那些女生朋友說 想當年他們被男生追 哇 是真的拿一束花 天天收工 在樓下等他 然後他整個星期經過 當看不到他 給他一束花 他繼續追 以前的人不提玻璃心 你明不明白 OK 接著約到他出來 很開心 聽到這裏 我先離身 你聽不清楚 記住 要離身 有見面禮 即是男生 還有是名貴的見面禮 即是可能一對專職 耳環 或者是不會戒指 因為戒指 有symbolic的意思 但是某種首飾類的東西 男生故意去買 因為終於約到女生 出來吃一頓飯 接著呢 那個女生就會不收 就是說 我和你現在還是朋友 未到這個階段 未到這個階段 我不會收你禮物 那個男生下次出來 更加厲害的那份禮物 如是等等 去到有一天 那個女生終於想收那份禮物的時候 那個男生覺得很開心 即是一個首肯 即肯肯定你的關係 即是接受你朝供壓 沒錯 但我的女生朋友 全部都 家裡都是很厲害的那些 其實他不貪那份禮物 但是呢 他是覺得那個男生有心 誠意 誠意 誠意了 即是那個男生很面目 他很忙的 可能他家公司有很多事做 打理很多事 但是他會特地走去 因為跟你吃到一頓飯 他準備了一份禮物送給你 你拿拔下自己 不會焗蛋糕 焗蛋糕給你都可以 你明白嗎 可能他旁敲側擊 周圍問人 偷聽都原來你喜歡吃葡萄的 他特地搭船去澳門 直升機 我不要管 接著的葡萄過來 見面的時候 呈現給你 真是那種心思 大哥 現在沒有人這樣扣女的了 你明白嗎 沒有呢 那男人去哪裡了 現在是調轉了 是啊 我這裡 久不久 會有Hence Night 即是那些 Bachelorette Party 即是快結婚的那些女生 一班 你知道嗎 我在一邊煮 我一邊聽 我真的覺得很崩潰 他們覺得是成就 你知道嗎 加得出是成就 是啊 以前是很平常的 是啊 結婚其實男女都很平常的事 是啊 是啊 但是是成就 你自己選得好 也不是 總之 找到一個男生 大家結得到婚 那就已經是成就了 你看到女生之間 是覺得 你搞定你 就好了 這樣 他們幾多歲啊 比我還小 那不是 那年紀很小 為什麼這麼急 好 好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決節 阿洋 我們不屬於這個年代 真可憐 是啊 真可憐 剛才女王一邊說 我保持真摸不出聲 這個時候我就要拆爆她 我們的蕭公子 都好像剛才說的版本 那樣追女 這麼笨 你知不知道 私底下 你知她跟我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 這個就是爆勇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她 不用你 不要暫亂過病 哎呀 在聽著 我們聽過 有一個很浪漫的愛情故事 某位已婚的先生 她送花給太太 在大學裡面 啊 哦 啊 厲害 知道哪裏 不關我自己 假如太太是A座的辦公 先生 就故意 寫錯地址 寫錯地址 寫一束花 就送去D座 D座 那位哥哥 拿著一束花 牛腩那麼大 就去到 就說 我找劉太 這裏沒有劉太 這裏沒有劉太 這裏沒有劉太的 這樣 劉太 接著呢 就什麼什麼名字 送回去送給劉太 你不能夠說劉太 大聲公周圍 哪位哪位 就留什麼什麼的夫人 接著 那一班 就由D座叫到A座 沒錯 全世界都知道 有人有花修 不停地打電話 D座的那些師奶 那些教職人員 不認識劉太太 對 就打去C座 問 喂 阿陳 你知不知道劉什麼什麼的老婆 在A座的廣告多少號 又打去總機 打給B座的朋友 打去A座的朋友問 by the time 集花去到劉夫人手上 已經是大學所有人都知道了 好耶 佩服 對嗎 絕世好巧 佩服 所有人的那種驗善目光 大家都很羨慕 你老公對你真是好啊 為什麼你老公這麼好啊 一閘花 一閘花 厲害 你明明那個效果 不怪我聽到有人說 2月14日沒有花送 要訂一閘花送給自己 假裝有人送花 假裝有人送花 總之那天有事先頂住 OK 你寧願被人妒忌 甚至被人暗地裡踢白都好 比公開說我什麼都沒有 我真的現在聽到 冰空戰艙 這個感情的戰場很大人害怕 我早點犯火星 我不會玩啊 但你知不知道 剛才那個招還沒算高 沒算高 有些更高的 什麼呢 就是送花整層 整層所有女生都有花收 包括夢中情人 每個人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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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周邊那些 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問我 我怎麼會不好意思啊 大哥 我有花收我一定會開心 怎麼知道被隔壁的人 當事人踢爆 當事人就說 人家旁邊那些有老公的嘛 老公見到自己的老婆有花收 會吵的嘛 然後老婆就會跟夢中情人說 你跟蕭公子說不要再送了 只是送給你好了 收帝樣 老公誤會我啊 你是贖贖錢 這樣啊 你明白嗎 這個群眾的壓力 大同那個高韻紅 不然人家一閘花而已 搞定了 怎麼同呢 你那個未得手嘛 什麼叫未得手 你那些叫銀彈公勢嘛 是不是 也不是這麼算的 挺有心才行 真的 所以呢 現在的女生 繞了兩個圈就想說 是很可愛的父母 你知道嗎 好像我那些 網絡很難溝 其實是很容易溝 因為網絡 大家努力一下 聽到了 只是我不想網絡而已 你網絡是紅銀 你不想網絡 你知道嗎 我阿姐看到 連Pokemon Go都沒有打過 這是第二個問題 有很多條件事 拿命啊 拿命啊 剛剛說 不止三千多萬的損失 做節目之前有一單車 晚上有一單車 都要小心一點 周圍的人 都看著地下 不知道要找什麼 城寨 越近公園 越一大堆 突然有一大堆在旁邊 一大堆 然後一大堆人 都看了過去 不發生什麼事 原來有人找到一隻 找到一隻 那 就是 周圍飛 好像這些貓貓 周圍飛 真是 很開心啊 貓通常跳來跳去 仰天望 這樣看著地下 變成一個很新的戰場 這個很過癮 據報就是某一些 大媽熱門出現的地方 現在變成了 捉怪獸的熱門地方 被驅逐 完全驅逐 光復 兩個字光復 大媽通常霸道 都霸道都霸道 竟然被驅逐 一旦就光復了 會不會是帝國主義陰謀 太邪惡 還要是邪惡的小倭寇 小入本 小倭寇做的好事 不是 太過分 原來是小倭寇來幫我們 光復香港 糟糕 什麼時候都借外援 朱中山都是這樣 各位 適合 適合 真的有聽眾要求 兩位 絕對不是我 說一下大家對這個甲午戰爭 和對孫中山的看法 說一下 現在說 當然 沒有說不行 我怕你不夠時間 這麼長氣 不行 可以 你們 即場爆肚才是真實 無所謂 不是辦法吹水 我們如果要一早預備 這是真的,終於被人說這個子老虎踢爆了 大中國輸了給小日本 隔五點的轉捩點是真的 三十年羊毛運動正式完結 就告訴你,所謂的船堅炮你,吹水 還有這跟韓國有關的 對,大家為了爭奪韓國 因為自古以來,韓國又是中國的 你總不能夠被人染指,自古以來的地方 因為日本就搞韓國,一點也不能失誤 沒錯,寸土不揚 當年陸軍元帥,其實就是元世凱 其實陸軍沒有事,陸軍不是日本人打 當時隔五戰爭的海戰是如何發生 整個系列的黑暗戰爭,不只是那幾條船叫做隔五戰爭 海戰戰事是如何發生的呢 就是陸上部隊爭持不下,就要求增援 接著,戰場在哪裡 在韓國,在朝鮮半島 因為現在韓國是指南面的大陸 我們說整個朝鮮半島 當時由海上派船去增援 引發海上這場戰役 最早應該是1894年,我記得是7月25日 他租了一艘英國的高星號 就是七八幾個清朝的陸軍 準備增援朝鮮半島上的清軍 日本的船圍下去的時候,就要他們投降 船上的陸軍真的不投降 結果就被日本的船艦打沉 全部都死了 結果就逼清朝宣戰 是,Matthew Ho 你說應該有時間預備才有養份 你現在聽不聽到兩位在不用預備的情況之下 都這麼恐怖的 這些就是抵聽的 女王玩特襲 日本就是特襲 日本不算得了,為什麼呢? 日本是孤主一閘,不是特襲 因為自從清朝艦隊去到橫濱、妖舞、楊威之後 日本決定傾全國之力向海外發展 零要炮彈就五要牛油,就是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當初清朝有北洋艦隊的時候 日本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跟你玩 刺激了日本人,憤法逃強,這也是真的 所以你說日本人是否特襲呢? 戰略上是特襲 戰術上是特襲 但整個戰略上的鋪牌 都是為了擴張日本勢力去網盤小仙 處心積慮 處心積慮,是伏擊 所以當時清朝艦隊的弱點 日本人看得很清楚,他肯定顧著一閘 海上那條戰線 為什麼日本人敢用這麼小的炮艇和你玩呢? 最簡單,雖然船艦炮尼吨位多 炮又厲害之類 但那些是相對舊的設備 日本人是和你玩閃電戰 大致上的說法,不是完全適合 大致上的說法,清軍的炮艦三分鐘發一炮 很厲害的 日本人那班小炮艇一分鐘發三效 這是射速 以射速來決勝 所以當時海上那場戰爭 看到一個很古老的陣型 用一些很古老的戰術被人打到黑彩 四角朝天 一粒米都沒有剩,就是這樣來的 日本人青紅是這樣的來的 但其實日本人自己知道,都是孤主一宅 因為不論你的所謂戰備也好 沒有戰力也好,有人緣也好 其實是德及清軍 當時他們自己計算過 所以他們不是有確定勝出的 即是他們不覺得贏硬的 他們真的拚了一拳 但他們拚贏了 他們當時也有三個計劃 如果他們的聯合艦隊輸了 帝國聯合艦隊輸了 他們怎樣防守自己日本本口 打和,怎樣守住中線 全勝的話,怎樣進軍 但最後呢 他們完全猜不到 他們被想著的傳聖,最重要的傳聖 不單是朝鮮半島 不單是遼東半島 甚至是殺了威海衛 是進入中國本土撥海 直接威脅了兵軍 很可怕 所以當時是 李鴻章為何一直不想打呢 他真的不想打 但其實不是完全沒得手 因為船艦大 他只要保護威海 這個渤海灣的海口 他足夠守住 問題是他被迫一定要打 一定要在他未準備好的時候 走去同仁抽 他亦都不能準備好 他根本當時整個清朝腐敗得不得了 他炮彈被貪污了,滲了沙 這些全部都知道 北洋艦隊裡面又有走私 軍紀又敗壞 船舊了,不能換 速度又慢 射速又慢 又不夠 然後呢 摩打的那些山坡充又不夠 李鴻章是深水清的 他知道其實是不夠打的 他知道不夠打 他想過系統性後果是那麼嚴重 系統性腐敗那麼嚴重 他想不到這件事 所以他是完全計較不到後果 還有他的後勤支援 是完全兩回事 李鴻章當時只是直帝總督 他的直帝 他只能夠動員直帝的人力物力 即是北洋 只是北洋 嚴格來說不是中日戰爭 李鴻章的直帝和整個日本 是北洋和日本的戰爭 當時李鴻章打完之後 他敢嘆一句 以直帝一散就擋日本全國 你怎樣打 其他那些 跟李鴻章的政敵那些 太划算了 你的陸軍 就是淮軍系統那些 一敗塗地 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太划算了 是事怨 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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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翁童和 翁童和 翁童和也不算 但是南洋系那些肯定 所以也有分派系 因為打完太平天國之後 各自有勢力範圍 滅清那些滿大人 又不信得過你的漢人 又是忌理的 北洋怎樣強也好 他也是不信你的 所以為什麼後來 導致了袁世凱 迫清帝順位 原因就是這件事 即使你是有最好的軍隊 最精良的設備 去打一場很精彩的戰爭 但原來後面 每個人都拖你後腳 對 所以說得難聽一點 是迫反的 是迫反的 很明顯的 所以變成這樣 戰爭這場的轉捩點 就是說 你由一八四幾 上次那個 剛剛戰爭那一下 當時英國佬 又是只有幾個炮艇仔 都一樣可以千里條條 遠襲半個地球 來打倒大清帝國 那時候大清帝國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大個世界幾乎總和 英國都沒有這個險 居然贏了 於是大清帝國 中興 想想如何改善自己的事 三十年洋武運動 結果是一模一樣 一敗陶利 一塌糊塗 但是我們也要公道一點 說回李鴻章 更代入 尤其是共產黨 現在好一點 那時候經常說是漢奸 一敗陶地 我自己 我自己是親自去過威海 樓公島 即是當時北洋艦隊 丁宇昌的指揮中心 在那裡 自殺在那裡 我去那裡看過 他真的 雕堡還保留在那裡 相當堅固 整得非常之現代化 他輸就不是純粹打船堅炮 他整個系統腐敗 都沒有辦法支撐一場現代化的戰爭 沒錯 現代戰爭之前不可以是真的 完全不行 當年 德國鐵血載上卑斯文 他比較過日本和中國 當時都剛剛開始讓步 一百七幾 我記得他說 中國軍人的 不論高度 體重 中國軍人的各方面 其實都是相當之好 相當之好 但他不是比較 他不是比較 日本的留學生 和中國留學生 來學什麼 中國留學生學的 很多是純粹 硬件 還有最表面那一層 日本可以學經濟 政治制度 等等 各方面 先做好軟實力 再用軟實力支撐最前面的硬件 系統問題 他就說 日本最有錢 做過中國 而當時日本 都剛剛明治維新 遲過中國 他的維新還遲過中國 所以就是說 你真是有眼光 一早已經看到 隔五戰爭 其實是必敗 問題是當時李鴻章 他也不敢去搏 因為他也不知是敗還是不敗 沒有辦法判斷 他也是騎虎難下 沒有辦法他騎虎難下 因為逼著你不打 不行 你可以怎樣做 結果就是一敗塗地 因為弟弟叫救命 你大哥不出去不行 一來 其實他當初 朝鮮那一回 李鴻章用人都相當厲害 他最初 清朝派了袁世凱過去朝鮮 袁世凱其實 當時打敗人 之後朝鮮做了一個真真正正的土皇帝 袁世凱 後來 隔五戰爭前 調走袁世凱 朝鮮那裡 又撤軍 臨急臨亡日本派七千軍隊 入朝鮮說 平東學黨之亂的時候 清朝之臨急臨亡派了一千五人 被人拿了先機 結果 剛才說回來 就要逼著臨急臨亡在海 租英國運兵船 被迫作戰 就是這個情況 完全沒有主動 完全沒有主動 亦都完全失所先機 所以你看回 李鴻章 其實沒有一個系統去支持他打那場戰爭 袁世凱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人才 亦都沒有好好的去用 袁世凱其實值得我們說說 他是一個天才 揚霧的徹底 還有你後面的建立北洋軍隊 小站練兵 建立中國的郵 建立中國的郵政 建立中國第一之現代化的 全境 全部都是袁世凱 他用的人 後來很多人去到民國的時候 都是戚測風雲的一路人物 不能夠用傳統的史觀去看這一班人 至於你說回孫中山 除非你在中國的歷史上看 他是不是狼子野心 也是說這些 野心永遠都是不好的 除非你是天朝壽命 你明白嗎 你是天子 那你就確定 李鴻章這個翻 我們有很久玩的 越來越西河都要翻 孫中山之禍 雷王問起 五戰爭之後 就下定決心造反 就這麼簡單 太廢了 不止廢這麼簡單 一早已經有人說廢 問題就是沒有人敢動手 沒有人敢動手的原因 就是你軍庸依然大勝 你有船堅砲利 雖然大家看不到你的船是流水 要北水 看不到 我們現在看得到 現在看得到 所以變成當年大家的老百姓 都依然敢怒不敢言 做什麼呢 你依然有軍威壓住 隔五戰爭的轉捏點是什麼 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到清智的子老虎 即使是最能打的那些北洋 都是原來後繼無力 你依然是很能打的 但是後繼無力 也就是沒有人再相信 政治是很重要的 簡單來說是指責的 只是指責 而且那時候 孫中山搞革命的時候 初期大多數都不太認同 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之後 才有革命意識 有一個二和團事件看到 發爛炸 直到文革翻版 一模一樣的 即是說 既然官軍不可用 朝廷的兵就信不過 老佛爺呢 就信你們這些神打 用民間力量的排外 保家為國 有些像現在網上那群 那群 五毛相關 網民元勝台獨 那群 其實都是現代二和團的 即是你去吃這個 鬼佬炸雞點 就說你賣國 然後拿個iPhone 鬼佬製造 拍下你的醜態 就是這樣 一樣 一模一樣 即是把口就天效無敵 那至於孫中山 是否真的 講到後世 說真的這麼愛國 我們要尊重孫中山 他那種革命救國的意識 但其實呢 他也不是說 講到這麼出神入化 這麼聖人 他甚至是願意 犧牲一部分國土 去成就清朝被推翻 跟日本的合作 孫中山的名字 日本就改的 中山朝 其實中山先生是日本的名字 中山就是日本的名字 他原名是孫文 自北明 浩逸申 後來叫做日仙 最早叫孫帝像 完全不是孫中山 是去到日本 化名是中山朝 因為他借了一個外國勢力 成功建立了他要的事業 所以 他的外國勢力厲害了 是國際化的 日本不用說了 是公其人葬 他的同盟會是1905年成立的 那個總部是日本黑龍會龍頭大 其中一個官邸 其中一個府邸 白龍會 日本極有軍國主義法西斯 你不要說這名字眼 我們被人投訴 我們到時會被人 白羅文 對 我們到時去不到歐洲 他跟鴻門的關係 本身都是紅門的 很難尋味 本身都是公開的 當時 倚仗的所謂民間力量 就是體制外的力量 建制外的力量 所以就是地下社團 大部分參與革命的 其實都是會黨分子 那些會黨分子 不是革命要適合力強 不過他們仇恨清朝 大家都一致 也肯拼命 那班書生拿槍打的 真的很少 最多書生拿槍打的 真的是黃花江那位 就是1911年廣州 後來葬在黃花江七十年大 這班真正打得厲害的 一直都是會黨分子 還有另一個外國 就是在鎮南關起義的時候 是法國勢力幫他 當時法國已經進入了越南 法國大炮槍 甚至法國軍官幫忙 就算當年英國也在包庇他 被本清綁架的時候 1996年 康德黎 是港大的教授 所以整場孫中山的國民革命 是國際勢力在後面操控 擺明的 列寧也是 列寧在最關鍵時 返回俄羅斯搞革命 德國送他回去 德國就是敵國 所以到後來孫中山所謂革命的成功 都只不過是廣州那裡 你如何可以北伐成功 聯來用共 共產黨幫你蘇聯派人過來撐牆 所以整場所謂國民革命的孫生也好 都是基於一個很統一的主線 中國這個所謂帝國體制 是腐敗到不能夠 沒有中興的可能 中興都已經爛了 正規的力量 只是被人笑 所謂民間的力量 就是自己人怕鬼 那邊的義和團 北京城那次開城門 歡迎鬼都是維持秩序 這是事實 你千萬不要相信李漢祥拍的電影 騙你 你真的看回正式的歷史 麻煩你看看當時的人拍下的照片 是甚麼加科 是北京城市民 幫那些鬼佬單梯爬牆 打你的清軍 哎呀 好不愛國呀 極不愛國 救命呀 你們這些義和團 可以說是沒有性 真是沒有性 奸淫勞力 消殺搶略 對消殺搶略 不過又完全沒有甚麼戰鬥力 很奇怪 對手無寸的平民就可以了 對付北京的使館 咦 這麼像現在的學校 對付北京的使館的守衛 人家拿著守槍 可以守幾個月 但為甚麼八九幾年都沒有甚麼變 意識沒有變 你整個中國天朝體制 已經爛到不可挽救 然後才輪到另一種所謂有組織系統 就是地下組織 再加上外國組織 一起推翻你的帝制 是這樣的 而當時所謂唯一有機會康復帝制不倒的 就是李鴻 李鴻長 就是袁世凱 軍 軍閥 所以當袁世凱一想起 這個師遠大過天 他就是賭歌 其實袁世凱被清朝動了 因為清朝想動他 已經動了 他是慈禧和光瑞死了 之後 光瑞的弟弟 齋鋪 攝政王 齋鋒就爭這個袁世凱 爭入骨 記財 記財之外 他們清朝那時候 要做中央集權 八國聯軍之後 立回中央 袁世凱被迫回河南 靜觀其變 不過他那班 北洋的兄弟 仍然 好勇武 仍然 忠心於袁大帥 那你沒辦法 唯一叫有組織力量 而且袁世凱的人 真的是一流 全部都是一流 相比於孫中山身邊那班 他們那些品格 當然絕對好 所以有一個很吊詭的情況 當時清朝最後那一刻 叫做維新之後的自救運動 大家看看是自殺運動 自殺 他把自己唯一可以吊命的牌 全部都撕走了 真的 他假立憲 貫著那些人 搞得那些所謂保皇黨 都沒有辦法保你 即現在類似的打普選 他保你不下 整條689出來說 這叫做民主選舉 他保你不下 所以變成所有立憲派 保皇那些派 即朝野上下 都不敢再抱你 都不知道怎樣抱你 然後呢 他就開始集權 就像習大大 集權 收兵權 收那樣 收財權 你收兵權就納著袁世凱 收財權就納著 保路風雲四川那些財主 沒有人不得罪 很過癮 然後呢 又大搞這個 所謂 他所謂的外交 結果 全世界又不佬禮他 分創不暈 你多給我 你多給我 蘇 那不是蘇聯 那時候 還是帝俄 帝俄和日本 為了東北那邊 打架 喊一頓 分創不暈 你多給我決定 還是怎樣 然後呢 美國人最後 又是美國人外面 利益軍戰 過了這個門戶洞開 其實清朝是越撐 越死 剛剛你說的 還有一件大件事 1904年 他在外交上徹底失敗 搞不掉俄國和日本的利益 結果俄國和日本 就在中國的東北開拖 還是大拖 開大拖 如果我沒有記錯 喇叭牌正勞丸就是那個字 正勞丸 征服路西亞 因為那時候 軍中的疫症很厲害 糟糕 多一件 他怕是說中立 想自己在家開拖 我中立問你們來我家打 你現在香港的人都是這樣 但是側面看得到 你共產黨的利益和本土的利益在開拖 那些香港的混蛋 就說他們中立 歷史很多時候 就在你家裡開拖 你老美 很過癮 我們看這個所謂歷史硬文章 你未必感覺到這麼深 如果大家真的好像我這麼八卦 你看黑澤明 黑白片的年代 你講電影 電影 很過癮 黑澤明 很過癮 他拍過一套 就是關於日俄大戰的電影 這個敵後中環八百里 就簡直是說日本的突擊隊 魚海偵破俄羅斯的報防 然後突破去打倒他 當時就是這個 呂順大連那一役 非常漂亮 以小敵眾 贏了帝俄 而當時 我為什麼感覺這麼過癮 就是你看黑澤明當時拍的那套片 所形容的中國人 很過癮 其實就是滿洲當地 實在是中危的地方 但所有顯現出來的中國人 面目真靈 灰索 射實 完全是牛鬼蛇神 信不過 但日本人和俄國人 反而是大意臨言 很過癮 這不是很過癮 魯迅也在日俄戰爭 深受感應 看過那一套電影 其中有的日本 拘捕了當地的中國人 去斬頭 說他是幫俄國做監製 但是圍觀那一套 是中國人的 那魯迅在日本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他覺得 那不是缺饅頭 不是 另一套電影 魯迅是當時令他棄醫重聞 他覺得中國人的身體有病 是這裡有病 老頭有病 他要治到現在都治不到 結果他真的要命 到現在都還是 是 是 他的觀察是沒有錯的 科學是真的 所以你看看 如果是魯迅說的 文言多謊 你看看黑澤明 當年拍的那套 日俄戰爭的電影 片裏面所描述 形容的中國人 就是這樣的樣子 完全信不過 所以有什麼辦法保得住你的江山 這麼簡單 你根本不會給你面子 根本就是不當你是人 在你的地方不當你是人 真是沒有人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 你看看多恐怖 這兩個人一趴就著 傻了 正經事沒有說 我們剩下40分鐘 我們就轉去說Pokemon Go 因為Pokemon Go 因為這個是最近 就是反佔領 因為這個是佔領運動 其實 你明白嗎 是給精靈佔領 我們要講精靈佔領 我們要講美國大選 因為美國大選 怎樣都跟香港有關 又是精靈佔領美國大選 這個大精靈 這隻魔頭很怪 這隻大魔頭 不是小精靈 那時候 你想想日俄發 開拖的時候 都關美國老闆 今時今日 是不是都關美國老闆 當然 怎麼會不關 我們要講 但是在我們未入下一個話題之前 阿姐招呼了聽眾 兼夾要去廁所 就是 剛剛出過吹雞文 那裏 就說抱歉 要延遲15分鐘 OK Martin Ho 就留言 就說 節目準時是基本禮貌 這樣就 對不起 沒有禮貌 我都非常之不好意思 但我真的不想 因為 其實兩位都知道 他們來到的時候 都見到的 其實就坐滿了人 趕鴨仔 要趕我們走 然後我們趕快設場 這樣 其實這個我們是不想的 如果這個情況真的沒有辦法 而 precise的話 解決方法可能就是 退治本的中開 應該就這樣說 我們沒有什麼認識主義 我覺得禮貌在這裡的內容 又是沒有了 如果大台準時開台 而給屎人吃的人都喜歡 那就沒話可說 我很有禮貌 好了 女皇休息一下 我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 但我真的趕不及 我希望能夠趕到 但如果整天都發覺不行 因為現在我們開始了一個月 我們正在試試中 但如果發覺 每次都沒有辦法 10點半趕到鴨仔離開 而設定設場 我們可能遲些就退 可能鐵定11點3開 這個容後決定 不要緊 就是先觀察一段時間 我沒有心 但我都不好意思 我明白 你說基本禮貌 沒有辦法 對不起 都是這樣說 我們觀察一段時間 看看運行成怎樣 好嗎 我也不想妨礙地球轉 我去廁所 你們倆先聊 你們倆先聊一下 你們倆先聊一下 說一下精靈 精靈的哪些 你美國喜歡的阿楊 先說精靈 先說精靈 再由小精靈講 你剛才說的 大魔頭 由小精靈講大魔頭 小精靈講大魔頭 小精靈這次不是美帝呢 這次是日本 日本 日購侵犯 剛剛我又聽到 有些教會方面的消息 很個人 對呀 精靈好像是來自日本的神社 如果世人沉迷玩這些 就容易受到魔鬼迷惑 總之看你玩得開心 就說他是魔鬼迷惑 總之萬聖節又是魔鬼迷惑 現在小精靈又說 萬聖節原本就是異教的節日 那我就不知道這些事情 你說是 你要虔誠到這個地步 那你各自自己選擇 我覺得 我真的有點討厭 我真的有點討厭 要不要上班上線說這件事 那我不清楚 從實際角度來看 他們光復香港 好自來 對呀 好兇的 大家知道這些大媽 這次大媽也沒有負 好厲害 我踩單車經過公園 那些大媽不見了 只是那些人拿著手機 嘩 不停看著地下 莫非的大媽就是精靈被人捉了 那我不知道 捉了有沒有 我肯定是被驅逐 這些屬於被驅逐那隻 不是被捉那隻 但那個氣勢就真的很厲害 一時無量 全港所有大媽牆都光復了 是啊 很多公園都被佔領 所以就很過癮一件事 其實又是說和孫中山的概念 大家要參考一下 有時候你要光復 可能一定要依靠外力 哈哈哈哈 這次真的是外力 還要是日本 是日寇 小日本 比卡超 皮卡丘 改了做陰工 比卡超 比卡超 對於孫中山借助愛力 來推回門清 是不應投意 這個怪異眼光的 絕對是 孫中山也很本土 他本身的革命思想 也是在香港形成的 沒錯 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很國際化的 思想很有 所以千萬不要誤會香港本土的概念 其實真是很國際化的 而且的確 這次小星零事件 都做了一次印證 你沒有這個外國的邪惡勢力 你不可能光復 對不對 所以這次是看得出來的 熱潮流多久不敢說 但的確你看到很過人的影響 到底現在年輕人也好 年輕人也好 他們追求什麼加科 跟以前的人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追求 這次的反應 連警隊 池武都說 都害怕 警局不讓你們 這樣來作戰 甚至軍營 共軍軍營都說 不可以進軍營那裡抓 我就是看了一個問題 我假如精靈再解放軍總統 那怎麼辦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都沒有什麼 據說有些嚴重到去到邊境 甚至南北韓西哈斯 有個羅湖橋 加拿大邊境 越來越去美國 純粹說回這件事 其實深刻 為什麼說那個意識形態 有一件事 我未知 我未知中共會怕嗎 自從上次法輪功之後 是未試過有這麼大的組織能力 Pokemon Kong 對 你未試過有這麼大的組織能力 是一瞬間動員這麼多人 去特定地點 他現在還未開放給別人玩 但未正式開放 好像是剩下山寨山海驚之路 上一次 驚公門人家在那裡爆 當然沒人玩 很恐怖 你知不知道 你不想捉 很恐怖 很恐怖 所以其實如果他真的會害怕的話 他就很害怕 你想想上一次這麼有組織 就是 法輪功那樣是圍中南海 一聲不響 忽然之間 1999年 1999年 那你已經很害怕了 現在不只是一個地方 通街也是 你說你有本事可以干預香港的佈局 現在一炮過就告訴你 不是 另外有些東西比你更加有組織能力 你不要以為大媽在公園跳舞就好 你忽然之間大媽都沒有定期 對 所以這種組織能力 就不是像以前那種 左膠那麼喜歡那些什麼 光環論述 完全沒有那些東西 不用吹雞 都算是很喜歡吹雞 問題就是 好玩而已 好玩這件事 很多人會害怕 你很難否定 正如今次那群人 現在防毒 防毒軟件又搞到天花龍鳳 最慘的是什麼家科 你瞭著那群人的根 那群人有些人覺得好玩 來玩你這件事 他真的就跟你搶下去了 最新的那個戰術改變 某人的梁先生 被人說你港獨不給你這件事 他照簽 南灣左加就抹他九彩 然後他不止簽 他改了版面 不講港獨 這個基本大法好 你怎麼玩 基本大法 還要黃色加上紅字 由黃色加上紅字 基本大法好 隨時唱國歌都行 他沒什麼所謂 你想一下 你怎麼跟他玩 即是說 那群人 左膠強烈譴責 那群人現在沒有人理解他 最簡單的就是 你說什麼叫光環 他就想一個字 叫好玩 他就是跟你玩 你不能跟他玩 而且認真你變輸了 你怎麼說 你這麼認真 你這麼光環行先 你的罩門就是 一看就看到 以戰論戰 以戰論戰來說 這是絕世好招 所以你看 竹怪獸這下野 所顯露出來 那種香港年青人的心態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人想港獨 你說迫也好 怎樣也好 你想想哪一件事好玩 你玩一國兩制好玩 還是廣道好玩 你想想 你想想 你不就勸他 所以曾鈺成也沒有說錯 你唯一令人不想港獨 你要令到一國兩制 大家都覺得很正 好得不得了 其實用回我們年青世代的字 你要令人覺得一國兩制好玩 才行 這個遊戲 你不要玩 如果再是不要玩 很明顯 最新的 中大最新的數據 就是百分之十七 受訪者百分之十七 但未計算是連成層 越年輕 就四成幾 四成幾 我們25歲也是四成幾 我小看不到女性 女性更厲害 支持得很高 我討厭政治的女性 原來越來越少 大家都說了 當時你也有在街上看過 那些熱褲拖鞋 小妹妹是誰呢 小妹妹 很多小妹妹 原來是支持的 高學力支持 這個我明白 因為你有表情 你會支持 而且越年輕 這也有意味 但女性支持很高 我覺得挺驚訝的 我不覺得驚訝 我經常見到小朋友 我知道什麼事 總之女性對美的追求比較強 感性思維 但你現在給別人的事是噁心 她未必覺得 她不會覺得 分析正經的 好似少說 引經 引經據點 她不會 她說頑獎 我覺得你噁心 聽你的論述 沒有的 你用四大護法來講你的論述 然後一邊講一邊 嘴角流浪 一個很好的想動 你想到張德光的樣子 已經不用講下去了 所以想到 招救了 那些左交不是不老禮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她說這些假大空的抽象概念 就會吸引到很多女性的 文青影迷 小粉絲 覺得你很聰明 很多女粉絲追的 很多女粉絲追的 問題是現在人家追小精靈 沒有人理睬你 就這麼簡單 你的光環退得很快 因為一講難聽 就不好玩 這個經驗不好玩 就不玩 老實說 你穿件背心多索 都不及精靈可愛 精靈可愛 我真的親眼見過 我真的星期一二 在街上 我下班 很晚了 下街吃東西 可能是十二點幾 一點幾 通街在那裡 人不可以 我看見她 每個都同一個畫面 我看見她 所以又要看大家的政治智慧 常常講的二戰論戰 你真的要看清楚形勢 為何港獨 現在你沒有辦法壓 你不要以為簽張 防毒宣誓 只會有效 沒有可能的 即使你所謂防得一時 你防不了個勢 那個勢 那個勢是什麼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當作一個遊戲 如果你的遊戲是不好玩的 你就遊戲終於 明白嗎 所以你還要拼命出這些措施 這些嘴唸 令到別人覺得港獨很好玩的話 你只會火上加油 我都會離開 這個 這又不是香港民族論的書 本身是誰坐在那裏 就是因為有人在施政報告那天 一直撩起這件事 屁頭就說 才會弄到落陽子貴 原來好玩 這件事你罩忌 我這些罩忌就對了 而且你想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們其實是覺得被忽視 就是被忽視 他們弱勢那群 弱勢 受不到重視 永遠被人說他廢 說他垃圾 說他不行 居然現在有件事 你這麼重視 是弄到你勤了雞 你勤了雞 你那群所謂的既得利益者 你那群已經上了岸 你們最害怕那件事 越是我能夠掌握到的事 大哥 你行張就木了 你已經一隻腳掌握到棺材上 你來罵我 說真的 你越害怕那件事 我越要玩這件事 因為你令我不安樂 我就十倍風雷 另外一件事 亦是誤打正著的 提起大家 尤其是所有人 這麼喜歡光環的左膠 好心做壞事 賣港求榮 他們做了都不知道 你想想這件事 簽那個什麼確認書 如果你是依然保持政治潔癖 不簽 不去理他 或者是直接反對 總之誰簽了你 就是染仔 什麼樣的 你想想到孫中山會怎樣搞 他會笑你 他一樣會借助外國勢力 一樣會搞搞震 終於是 都敢搞的 所以就是說 你想想1997年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你不肯直通車 你不肯直通車 直接過渡 於是有些人很大意想而言 我背割你臨立會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呢 1997年上任的臨立會 由於他有實際憲法權力在手 你那些左膠說要光環 不會參與臨立會 他所有惡法一次過過了 包括拆了這個市政局 兩個市政局 兩個市政局 一次過拆了 另外什麼公安法 復辟 所有你不喜歡的事情 他全部做回 為什麼 他是實際上的立法會友情 還有集體談判權都廢除了 集體談判權都廢除了 也就是說 你那些死人左膠 的所謂政治潔癖 在實際政治戰場上 其實不單是廢 是靠害的 是害自己人的 明白嗎 就是說當年如果你不是杯葛臨立會 不是為了所謂武直通車 就杯葛臨立會的話 你留在臨立會裡面 那些傢伙是足夠否決權 是阻止這些邪惡的事情發生的 同樣道理 所以這次其實是抄舊的 北京是抄舊的 他就給了這個紙仔出來和你玩 你那些傢伙不要參選 你不要參選 然後你胡說 玩私怨 剩下的那些是什麼加科 全部都是糧粉 這麼簡單 梁天琦這些事情 反而是誤打正爪的 你夠膽死 就是說 我政治審查你 你說不出這件事 你看 我全部都說了 這個基本大法好 你不要都差輪錯了 除非你 因為我的背景 以前說的那些加科 擺明是政治針對 我實實和你作反 你想想 如果整班傢伙和他玩 玩完立會 玩完完立會 玩完完立會 只要有足夠的票數 在手 他就已經薄命可以玩死你 你可不覺得 阻交另一件事 就是他們很有趣 賣港 就是永遠距離目標 和他的所在地 你任何路中間 你扔一隻蘿蔔 他就去追 你的兔子走過 他就去咬他 這樣 永遠看不到目標 他沒有戰略思維在手 你想想 共產黨幾個厲害 當年 一聲號令 聯外用共 他就進去幫國民黨辦事 就算國民黨 二七年的時候 清黨當街槍斃你 去到抗戰前後 又說你一定要國共合作 他就偏領著新四軍 一樣是這樣 共產黨是好過忍德 明白嗎 他見人扮人 見鬼扮鬼 因為他的戰略目標是非常清楚 他就是要奪權 我要奪權 我要做任何的手段 即使我放棄一個原則 出賣老母 我都要奪權 沒錯 人家很清楚 明白嗎 那你們所謂左膠做的那些家科 實際政治上有效的呢 就光環都沒有了 這件事完全沒有 這件事 歷史沒有你倆熟 但是你想想 好像毛澤東 他可以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 他都潛伏了一段時間 這件事是奪權後的事 你說到1949年建國之前 總之 總之又要確保你國共合作 不去清招他 他什麼都答應你 共赴國難 你想想連毛澤東 他都肯忍 共赴國難的時候 其實他是跟日本人簽名和約的 他接著日本人資助 打他們國民黨 當年這些傢伙殺國民黨的人數 比殺日本人數更多 已經共赴國難了 即是 當年他想要香港的時候 他什麼都答應你 什麼都答應你 完全不像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 完全沒有意識形態 那你們這些民主回歸是仇的 那一下你就仇的 所以又是那句 這是舊的 分別是什麼 現在這群年輕人 不再聽這群左家說 這樣就很過癮了 他用好玩這個字來掛碎 你會發覺 你根本沒辦法 用任何東西來誘 威逼 阻礙不了 而且的確 他的目標非常清楚 是否講到一回事 他說要搗亂就是真的 已經預料了 他簡直說 基本大法好 你怎麼爭辯他 你試一下 如果一個月都這麼聰明 全部都懂偽裝 潛伏了議會才反台 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真的 你說到尾你先進去 沒錯 你進不去 你在外面叫什麼春 你根本沒有實際的力量 可以否決到任何東西 你可以進去 你可以拉布 你可以扔小物 你看梁家樓 一條人拖倒你 一條人 很活該 你想想 每一個席位 原來都可以這麼有用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有什麼 你什麼利益放不下 唯一放不下 光環 光環 你想想 戰略上 你的代價是多大 所以說 以戰論戰 反而 現在戰鬥力最強的 是梁天琦 是 我就看他 所謂跨下之肉 都受得下 我就看他 變色龍變得這麼快 政治能力 他最強 沒辦法 是 這些要學 亦要看 有很長的過程 不過我自己感覺到 建制派 如何都好 他仍然在用 對付左膠的方式 專門切 對 左膠起來 搞社運的時候 他們就用傳統泛民 即司徒華 主要民工的方式 看到你們在這裡 示威 誰做代表 出來跟我們說 你們這樣 我們個個代表自己 沒有人代表我們 是2007年 當時已經是這樣的 當時 香港的建制派 警察完全不會應付 到了這個 左家被批判 一民不值 他們就用 開始知道 什麼要用左家的手法 然後用對付左家的手法 對付現在的那群本土派 還有最激進 和最新興的那群 他寧願落後於形勢 是啊 所以蕭公說的點 是今晚的highlight之一 就是說 如果他以好玩 作為他的標準 作為他的motivation 你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要跟他的規則下 你要投其所好 現在 因為你為了欺騙他的三千 八十萬 現在他好的是你不要的東西 他就贏了 因為他要港獨 因為你沒有辦法肯定 他說一國兩制是最好的 是啊 不要玩你的遊戲 那你還怎樣投其所好 除非你真的給港獨 還有誰給他們這麼大的遊樂場 遊樂場的設施 是誰給他們的呢 就是你們這群有的 給他們 這是最大的paradox 真是 很精彩 是啊 這個形勢很過癮 越來越好玩 就算這群涼天旗 可能他們很快下降 但是新一批又有另一種方式 又會累積了戰鬥經驗 又有新東西跟他們玩 是啊 你想想2009年 保衛皇后碼頭等等 到現在 十年都未夠 轉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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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沒有 那時候 前幾年再說 80後我們要研究 研究你這條村 其實00後都來了 00後都淘汰了 但是9990後那種社運 還在想這一點 你說左膠 但是那群製造 遊樂場和遊樂場設施 給他們玩的那群建制 包括你 中共也好 什麼也好 更加過癮 更加好笑 是啊 所以 經常說英國人 做殖民教育 令別人人心不回歸 這群很多是97後出生的 關英國人 什麼事 就算97前出生 97前出生 那群可能只有三四歲 就是97那時候 誰去教育他們 不是 黃之鋒有六卡 黃之鋒嘛 你有沒有見過嗎 黃之鋒出六卡 也是講的 那些 在環球時報對內講得 香港人不受 總之現在 在一個這麼沉悶的政治氣氛 還有這麼高壓力 在一個壓力煲 就是煮東西的概念 你簡直 現在終於找到一個透氣位 透氣位就是 我真的採取了所 總之現在是你要跟回我的規矩 現在開始很精彩 但是美國怎樣 我真的很想問你 兩位對美國的看法 現在更精彩 很多人猜不到 上個星期 我們都講過 有提過 蕭公堂 有提過 就是不要用傳統的精英 思維去看現在的選舉 很嚴重 過了 過得很快 所以上一次 大家最跌倒眼鏡的 不是當勞哥哥 居然 跑出了 拿到所謂共和黨黨代表的資格 他拿到共和黨黨代表的資格 還有破歷史新高的投票 即是他的黨內初選 亦都就是說 共和黨的黨代表 是非常高票支持他的 大家想到都想不到這個 非常高 如何醜惡也好 然後 即時令到美國形勢大轉 輪到這個民主黨 就要想盡辦法還擊 甚至是 壓力大到哪裏 你看到桑德斯 雖然剛剛輸了 你說好好看 居然 秉起私人恩怨 大家團結一致 但這種所謂團結一致 是什麽情況下發生的呢 中國有一個很古老的說法 叫吳越同舟 當你坐在一條船 會沉的時候 大家一起抹水 大家一起撐 即是說 民主黨是意識到一個極其嚴峻的政治挑戰 而這個政治挑戰 不是來自於傳統的所謂兩黨政治 大家說了很久 脫離兩黨政治 哪一個人做得到呢 當勞哥哥做得到 你猜都猜不到 我想讀少許的給大家聽 就是在獨立選民當中 特朗普的支持升幅是較大的 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之前 獨立選民有34%支持希拉里 31%支持特朗普 即是說希拉里高3% 但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之後 支持特朗普的獨立選民 急升至46% 由31%升至46% 而希拉里則由34%跌至28% 現在就變成了特朗普反超前 是領先五個百分點 是啊 現在是這隻大魔頭領先的 但最慘的是什麼 民主黨依然用好傳統的方法來回應 就是美國精英那種傳統思維 是啊 你怎麼罵他都沒有用的 你再找一些文人來說他 這個是人渣也好 你再找一些這樣的 作家協會也不允許 演員協會也不允許 但是沒有用的 這是以前傳統的 所謂競選手段 現在不是說傳統 現在是說反傳統 你怎麼跟他玩 所以有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希拉里上次已經輸了給奧巴馬 老餅都不得了 現在輪到他再出來選 你信不信他可以帶來任何改變呢 你作為美國選民 所以一個很可憐或很可惜的事 其實奧巴馬執政了十年 是做了很多很有益的建築 美國重新成為一個強的國家 經濟現在又重新重新成為一個正軌 強的國家 而且他的crime rate 是lowest in decades 所以經常見到校園槍擊案 這個過癮 就是某一些 我們現在這個所謂新時代 你那個資訊發達 網絡發達 大家的感受是不同了 如果你好像很冷血 用以前很精英的態度 來看似劉王說 整體統計上是好了 問題是人們感覺上是否好了 不一定的 你感覺上不一定是好了 現在就是說 有很多很憤怒的美國人出來 推翻現有的兩黨政治 他沒有一個出氣口 就是沒有什麼好玩 玩到沒有什麼好玩 這個人很好玩 就是同一個道理 這個人很好玩 雖然很醜樣 但是很好玩 這個是2011年大家應該記得那個 佔領運動 佔領懷喜家運動 全世界的佔領運動 然後慢慢一路觸發 那時候玩這件事 現在發現這個人很想 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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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黨政治搞了這麼久 好像都沒有什麼起色 我又得不到什麼益 感覺不到 不是真的沒有 感覺不到 過癮 但是他一出聲好像說 墨西哥起到牆 頂住 他是完全不走政治正確那一套 他是完全不走政治正確那一套 問題的人就 才過癮 就是講到別人內心 你的感覺上 你是想要這件事 每個人都不說 每個精英都說這件事 政治不正確 他就做 每個人都在講政治正確 其實政治正確不是人話 實際上 當你要八面玲珑 你要每個人 你信得過程 又得到數二的時候 你只會是左右不是人 但是這麼多年來的政治領袖 似乎很慘 我覺得奧巴馬 其實他是有實幹的 他做到事 譬如他經濟真的好很多 真的做到事 失業率又低了 crime rate又低了 他提倡醫保 我知有爭拗 但我正在她的旁 你真的去美國走一趟 你不要說紐約 看到美女 你去德州 你明白嗎 你去西南 你看一看那邊的人 真的肥到 飛機椅子 他們真的坐不到 真的坐三張椅子才坐到 他們的健康問題 他們真的會爆補 其實有很多獨立的片 都已經拍過貓母 他是有高瞻軟觸的 他是看到問題在哪 問題是兩黨政治卡住了 他又是很難過 他說應該要禁止槍械自由流通 都對 你見到校園不停槍擊 伊斯蘭教 對不起 伊斯蘭國 I'm sorry 伊斯斯 現在那種滲透的力量 你看到歐洲發生什麼事 美國能不能超越 和獨立於勢 這件事 你自己想 其實奧巴馬是做得對的 但為什麼一個人 什麼都做對的情況之下 是被民眾唾棄呢 我們愛他 很多人愛他 但是現在你見到局勢 是不支持另外一個 能夠繼承他的戀愛的人 為何做得對 不被繼承 很興趣 感覺問題 對 因為落差在哪裡 如果普通一個人 如果普通一個生活 在社會上的人 我純粹是感覺我的生活 我調戲信不信 除了自己賺到多少錢 我調戲信不信 現在我就是調戲不信 生活也不覺得有什麼好 突然間有一條傻佬 我不跟你講任何道德 不跟你講任何政治理論 總之我 我現在我不妥 美國國內那班 伊斯蘭那班人 那我就要用很多方法抵制他 我找墨西哥移民過來 起牆牆 動到我們美國的利益 我們就起牆牆 話知道你說柏林圍牆什麼都好 總之他一說 就最簡單直接擊中人的心 簡單來說 大家對於左交當政 已經覺得很悶 很厭 你要光環 你要做得對 你什麼都要 拿中間持平 這件事已經失去了大家的 是Burn out 是Burn out 即是不論去做早餘不好 最慘的是 你都不能直接說 左交對美國人 美國人都很實用主義 很老實說 但他經常說 要政治正確那件事是難受的 實用主義和政治正確之間 你先下哪一邊 你下不到位置的 很慘 所以特朗普那些 他就不跟你的 一家火兩黨政治 不跟你的政治正確 總之我覺得是對 就做了 很多人會幫他 沒有收的 但我有個擔心 我不知道是我的擔心 可不可以 擔心得到 但就是說 他是一個商人 他還不是一個特別 聰明的商人 他這輩子 鄧小平那一隻 不停氣氣落落 他還不是政治原因 是由於他自己的衝動 和愚蠢 他是不是真的 上了台之後 他真的會兌現 他的競選的承諾 如果你說他一味強人政治 一味瘋子 他起碼都要兌現支票 現在開了很多個先例 都是瘋子上了台 菲律賓 菲律賓 為什麼他上了台 他就是發瘋 他發瘋 我要動那些独犯 窗斃你 直接在街頭街 我扔你到海貴鯊魚 這是什麼 他真的在做 但是每個都在菲律賓 不是跟你說什麼法律 我的感覺就是 我日日被毒販為主 日日治安 但是問題是 他對著鄰近經濟強國 很軟弱 都不軟弱得了 不要誤會 所以基本上 他已經知道贏了 菲律賓不算軟弱 菲律賓不算嗎 以他一個這樣的軍力 一個這樣的小國 對著一個這樣的大國 有一件事是很過癮的 他跟別人談 很樂意跟別人談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回別人的所謂 一點又不能輸入強國 做這一家科 最新的協議出來 就是他不再擴張去殖民 即是他收了屁 他不跟你說 顧全大國 大家和平共 大家和平 有雙有良 於是乎 我不再填海了 那是什麼意思 即是你認輸了 即是輸了 好心他 其實菲律賓不是看不到的 他已經贏了 要贏多過他要的東西 他已經贏多過他要的東西 可能我貪心 我想他拆 我知道 我明白的 你的戰鬥目標非常清楚 我明白的 其實你感覺到 鄰近大國 他越是喊打喊殺 就顯示他越虛脅 每次都是喊打喊殺 然後又縮回局 對外尤其是主持 所以大家都看穿了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已經不跟他吵 基本上可以不理 就當他是瘋的 即是他那個瘋是真的瘋的 反而特朗普那個瘋 可能是一個 tactic 你不知誰瘋 所以你說美國的 situation 其實你看到這麼多地方 這麼多瘋子上台 英國人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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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人 沒人知道他真 想不到他真的說脫鉤 是啊 他自己都沒有想過 博客公司 覺得七成半的選票 應該是撐流歐的 結果出來全世界眼淨 你想想說 是償鏈蘇格蘭 怎麼會脫鉤 所以你用傳統精英的看法 不能解釋到 就是英國劍橋牛津那群精英 全部變了 事招拔 所以有很多很憤怒的英國人 投票脫鉤 同樣道理 現在很多人很憤怒的美國人 會不會說得特朗普 買大小 問題是那個後果 我就不敢說 即時會看到什麼樣子 因為美國都是很無實的國家 他拿了一個執政權之後 會做什麼家科呢 大家還未知 還要留在後話 但就會是一個 你可能猜不到的情況 會不會未來全世界其他地方 都會陸續出現這些類似的地方 會 現在正在說這件事 瘋狼政治 瘋狼政治 不是 因為瘋狼本身特別厲害了 反過來傳統左膠的光環 全部都散了 你沒有辦法再主導輿論 別人都不再相信 尤其是歐洲難民這一局 是很嚴重的 令到憤怒情緒 很嚴重的 憤怒情緒顛覆了原有的政治思維 所以我猜下次法國燒宮女選手 那個極有色力 上次基本上 左翼都是勉強險勝的 看了一條數 這次輸的 這次不用了 大春獲 預定輸都可以了 德國前一陣子的地區直選 地區選舉都已經贏了 這次奧地利也是 是鑑操的 只是一票差不多 結果他差不多要用到憲法法庭 去推回選舉結果 令到那一票不要輸 然後才保住你的非右翼執政 你想想 德國最近三四宗恐怖襲擊 或者是相關的襲擊 法德一齊 法德一齊 他打死不認 是否洛曼帝的教堂 德國依然是左膠主導 打死不說這些是難民 他只不過是一個行為偏差的青少年 長期受到社會忽視 總之黑義就不提 他是難民 黑義不提 他是中東黑義不提 他是伊斯蘭 黑義不提 黑義不提 正如上次被強姦的小妹妹 黑義不提 他是難民 社工 一樣 所以問題是 你們這些老百姓會怎樣想 他們坐著也很傻 看到的 你們這些傳統的所謂精英政客 其實是日日說謊 一般人民心目中想的最簡單的 基本安全 希望安居樂業 人身安全 你們完全不知道 一美在說一些高大空的事情 我現在就找一些最簡單 直接的人 不用跟你這麼多論述 你知道嗎 我看到BBC新聞 他呢 Germany attacks What is going on 一滑下去 頭三個留言 我讀給你聽 頭三個留言 就是最多人like 最多人同意 去廣泛 Yes And the BBC And other left-wing forces who have for decades promoted mass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have blood on their hands for this chaos 千五人like 還有 What is going on uncontrollable immigration wall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otally wrong information that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media are presenting to its citizens in a nutshell total chaos 一样 你看到 剛才第一過程 炸左翼 你這麼多 幾十年來 一直說要mass immigration 大量的移民 和多文化共融 你們現在就滿受鮮血 第二就是 你完全控制不到的 移民潮 中東打仗 和你們不停地說錯誤的訊息 就是搞到現在這麼亂 最後那個 簡直是劍子 默克萊 簡直說 Merkel invited in millions of bloodthirsty saffingers lunatics and killers with a 7th century mindset 七世紀 的想法 an ordinary decent German folk are been shocked bombed and slaughtered and raped why the surprise 簡直說明 針對個人 這件事是怎麼開始的呢 大家想回頭 不是那麼久 不是那麼難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那個 有個難民小孩 在海邊 然後突然間 就不知道什麼事 人愛大愛上身 就說 我們無限收難難 觀音菩薩 不再跟歐盟的邊境協議 我們是最早踢爆那個 如果沒有聽過 或最近才聽過 決戰中環的朋友 請你追回以前的決戰中環 是在花生台的 YouTube你可以找到的 你在決戰中環 你可以找回很久以前的決戰中環 我們去年 蕭公子已經在說 那個叫做 我不分你左右 你歐洲本身是有一個共同保安協議 你每個成員都應該遵守守守則 你居然不跟 你想想後果如何 沒有保安 因為就是默克萊夫人 你大愛 沒錯 你個人的決定 是將整個歐洲 他拆了歐盟 如果要說的話 現在過了這段時間 看了英國發生什麼事 看了歐洲地區選舉什麼事 只能夠說一句 是拒拆了歐盟 因為蕭公子之前節目 都很清楚說過神根公約 總之就是現在的亂局 是人為的 不是憲災 所以如果大家想聽 關於伊斯蘭教 為什麼這麼好戰 這麼喜歡打 他們是真的說 真主萬歲 真主偉大 然後就死 上次你跟阿譚伯都說了 是誓死如歸 他真的 他今天走去聖戰 他預期明天會再見到你 他不當死 當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們想聽伊斯蘭教 可以聽如是我問 之前的有一集 我們下一個 決戰中圍下個星期三 11點 如果有機會 真的要延遲 會跟大家說 下一個節目是星期五 再延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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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